伊拉克部队目前正在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 安巴尔省同该组织交战 预计伊拉克总理阿巴迪 星期二在华盛顿访问期间 将向美国提出 希望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 伊拉克在地面与恐怖分子激战 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伊拉克 也威胁该地区和全世界 我们需要国际支持来打击恐怖主义 阿巴迪说 美国增加了对伊拉克的援助 但在伊拉克军队 努力收复激进分子占领的地区之际 伊拉克希望得到美国更多帮助 预计阿巴迪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 将提出希望美国帮助伊拉克 取得更多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先进武器 以及暂缓支付军购费用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 他不清楚伊拉克方面提出任何具体要求 但强调阿巴迪的访问将是美伊兰国 深化关系与合作的机会 美国与伊拉克政府的合作 是过去几个月来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国战斗中 取得安全胜利的重要部分 当然还有很多工作必须进行 美国将继续与伊拉克政府的密切合作 欧内斯特并赞扬了阿巴迪致力于统一伊拉克 确保伊拉克安全部队多元化的努力 提倡美伊两国长期盟友关系的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奥汉龙说 正是阿巴迪的这些承诺 让白宫更愿意配合他的要求 我认为即便美国在伊拉克 没有驻扎大规模的地面部队 美国作为一个调停人 稳定者以及可信赖的伙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彼此缺乏互信 这同时也能避免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 美国对伊拉克真实长久的承诺 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能提供长期有效而关键的支持 特别是美军官员说 削弱和击败伊斯兰国组织 不是短期内就能达成的 美国经济记者潘德白宫报道